根据统计,112年台北市大同区成人预防保健服务市民利用率仅24.48% 大同区健康服务中心特别与赤丰商圈合作 假日免费成人整合性健康检查加码送毫礼 活动当天完成成人预防保健服务或BC型肝炎筛检 并同时完成五项癌症筛检其中一项者 就有机会获得赤丰商圈加码礼 那这个预防保健服务的部分就包含了这个残人健检 就是满40到64岁,每三年可以做一次的残人健检 还有BC型肝炎的筛检 BC型肝炎的筛检部分是45到79岁 或者是原名40到79岁 那这个部分是中生一次 那另外在筛检的部分也有子宫筋膜片检查 那是30岁以上的妇女可以每名做一次 那另外也有预防色影的检查 是满45到69岁或者是40到44岁 有家族史的这个父女朋友可以来参加 每两年一次的检查 那另外在分店前学的检查是满50到74岁 每两年可以做一次 那在口腔黏膜检查的部分是满30岁以上 那有淹冰行为的部分 每两年可以检查一次 那今年也有肺部低级量电脑断层的检查 那这个部分是满50到74岁有重度鲜死 或者是50到74岁的男性 以及45到74岁的女性 有家族史的部分都可以来做音乐检查 那在活动当天只要完成这个红区或者是绿区 其中一项就可以得到一个好理 那另外如果同时完成红区加绿区各一项检查 就可以还有机会得到这个刺风商券的这个好理的兑换券 那这一次真的是在集结的当中 我们也特别邀约了像有我们小夕食堂 吃空间 还有供热 港式的 逆光进攻 还有就是有咖啡 Homepage 走夜读书馆 民谷舞台说 客服剧书店等等 这酒家的代表 那我们共同是怀抱着 那真的是为了鼓舞大家 能够去重视自己的健康 我们也想跟卫生局的长官一起 那真的是为了四名健康一起做把关 联合医院中心院区吴丹颖副院长表示 初期癌症不易察觉 等到身体出现症状可能为11晚 因此及早筛检及早治疗更显重要 根据我们国建署的癌症登记资料 我们国人发生率最高的是哪些癌呢 第一名其实就是乳癌 女性乳癌 第二名是大肠癌 第三名是肺癌 还有第六第七名的子肛颈癌跟口腔癌 甚至我们的肝癌都在失败癌症的致疫 那这些癌症呢 透过早期的筛检 都可以得到非常有效的治疗 同时呢可以降低死亡率 我们平常都说四癌筛检 但是呢现在已经扩充到五癌了 拿五癌 大乳 口子 还有肺癌 做LDCT 低级量一定要断层 甚至呢 还有一个隐藏版的 隐藏版的是什么 当我们去一生一次的筛检离吸肝 就在我们整合 是筛检提供这样的服务 同时我们也就按时的 我们可以预防未来的肝癌 大同区健康服务中心 持续攜手大同区公司丽团体 办理健康轻松点 筛检对好礼活动 并提供弹性多元的筛检场次 欢迎符合筛检资格 或收到健康轻松点 筛检对好礼明信片的民众 踊跃参加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格索